电影频道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张云龙 《山河之影》根据同名系列电影《秀春刀》改编 江苏两位少年以赤子情怀 协力冲破人生困境的江湖故事 其中张云龙饰演市井小民李悟 他善于察言观色 巧言善辩 看似是快自私自利 实则善良仗义 独马共济 不理什么 他在什么呢 只有九十年 他是一个优点大于缺点 很真实的这么一个人 在大是大非的一些抉择的面前 他是那种可以去牺牲自己 去成全别人的这么一个人 所以小人物也有大光芒 他是我的榜样 身上有很多需要我学习的地方 包括演完他之后 他也反哺了我很多 包括被人出事 或者言谈举止什么的 包括表达方式 你要记住一件事就是 不要害怕表达 不要害怕袒露自己的真诚和真心 因为如果这样的话 你会错过很多重要的人 所以这次就先 不跟李悟告别 我也不想让他走 就带着他的那一半活着吧 我觉得挺好的 在挑选角色时 张云龙更看重人物 与自己的契合度 山河之影剧本递给他时 导演最初想让他演锦衣为陆征 看了剧本后 张云龙却觉得李悟跟自己更贴近 导演过剧本的时候 大家觉得心里想的是让我演陆征 之前看过我演《明国奇叹》 觉得说那个角色可能比较端正 后来我看了剧本 我说不说不是这样 我说我非常喜欢李悟这个角色 非常的喜欢 就是看第一眼我就觉得 他身上有很多我需要的东西 我也想表达 觉得这个故事刚开始 看剧本它是需要有一定的 就对那个时代 然后你要去做一些功课 去了解到底 后五二十五年发生了什么事 包括前因后果 然后锦衣卫是怎么 从一个最早可能负责仪仗方面的 这么一个部门变成了一个 去执行很多任务的一个部门 大体去看了看 书做了点功课 然后包括导演讨论这个角色 他想怎么样 也跟很多演员去沟通 说大家怎么去配合 在剧中张云龙首次跟孙姨搭档 假扮间谍夫妻 在共同完成任务的过程中产生情愫 戏外两人也配合默契 收获友情 大家都很成熟了 我孙姐 我们都在一起 经常吃饭 因为我们是提前进组 但是大家前期就已经打下 特别良好的基础 沟通的基础 他性格也大大咧咧的 然后相处起来 完全没有任何隔阂 孙姐是一个很好的演员 然后我俩每次 基本上走戏的时候是这个样子 然后视拍的时候 又会有很多即兴的东西在 然后你给他的戏 他又会特别好的接触 再返给你 这个是一件特别愉悦 特别开心的一件事情 在创作当中 然后包括我私下 他为我推荐一些 好吃的好喝的 很愉快